志工徒手搬起一塊塊的連鎖磚 加上小山貓的駐運 台北慈濟醫院警官工程整修 北區志工大動員 車子刺激很多 還有擋車要刺激 所以把一些連鎖磚 已經很老舊了 所以我們再重新把它整理 全醫院區全新整理一次 7500塊連鎖磚 全部要敲起來重鋪 的確不容易 志工定了工程進度 先以人工方式 將每一塊連鎖磚重新整理過 這個連鎖磚是從地上把它挖出來的 然後我們是把它 那個連鎖磚的上面的屋 還有一些渣渣清除 因為連鎖磚密 做的過程中呢 我就覺得說 就好像在把我們的洗漆 一樣都是這樣刷 雖然說表面的 可能你很可以透過說 那個別槌啊 就把它敲掉 可是其實有很多縫縫的部分 好像慢慢的仔細的去把它去刷這樣子 去除黏在連鎖磚上的土塊後 志工再用強力水柱沖洗 然後整地重新鋪設 透過這個工程讓我自己覺得 能夠為這個其他的人有一些貢獻 那心情會覺得很快樂 一個個的連鎖磚 連結的不只是慈濟法情節的情感 也聯繫了慈濟醫院與民眾的疫病關係 和諧和平態 該新聞這是女志工才被報告 我相信為什麼你會有人問 對你來說 我一直想要問你 對你這麼一個女志工 我現在想要去獎 覺得你不是